欢迎来到TEEPER推播 我是Ava 三大社的TWICE 红贝贝还有Blackpink 是韩国目前讨论度最高的女团们 很多粉丝都会在吵说 到底谁才是四代团的TOP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推播就是 粉丝们不用吵了 三大女团的私下超好交情 在影片开始之前 先记得按右下角订阅我们 或是开启小铃铛 让你不错过任何K-POP讯息哦 第一个TWICE Blackpink 说到TWICE的交际网 绝对就是纳莲啦 其实纳莲跟Jenny还有基属 在出道前就已经是好友了 他们出去玩的自拍照曝光后 还在网络上造成轰动 因为这个组合未免颜值也太高了吧 纳莲跟Jenny还曾经做了 一样的水晶指甲 当成有情认证 既然都已经做了指甲了 那在舞台上大肆的玩手指 也不是问题啦 而且好几次纳莲都在舞台上 整个跟基属聊开 完全忘记还有摄影机啊 基属在经过TWICE的时候 也会偷偷戳纳莲捉弄她一下 Rose跟纳莲甚至感情好到 会拿彼此的手机自拍 真的是好想得到 他们专属的自拍照 Rose跟彩音的交情也是好的没话说 在舞台上只要站在隔壁 都是在聊天 第二个 BLACKPINK跟红贝贝 说到BLACKPINK跟红贝贝私下的感情 一定要提到Jenny跟Erin这对好姐妹啦 因为在同一个美容室搭上线的两个人 之前在舞台上曾经拍到 Erin跟Jenny撒娇的画面 两人甚至还在舞台上大笔爱心 当然更不用说他们之前还在表演的时候 偷偷把彼此的舞蹈highlight动作 加到歌曲里面 真的是超级暖啊 在How You Lilei拿下冠军时 Jenny这些玩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冲过去包Erin跟社琪 之前Jenny跟Erin也被外国的网友捕捉到两人在LA约会 Jenny一下飞机就直奔咖啡店找Erin 两个人最后甚至还上演了抢证单的超可爱互动 之后Erin也在直播中公布了这场抢证单战争 最后是由Jenny获胜 满意地跑去结账咯 我还没想到 Jenny上了 但其实Yeli跟Jenny还有Rose的感情也是很好的哟 之前Yeli在开直播时 Rose还特地传信息跟她说她有在观看直播中 听到Rose在线上 连Joy都开心地跑进来跟她打招呼呢 Blackpink Rose在网友在网友上 你好姐姐 Taehenny Rose在网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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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基礎者是宣传的感情很好 之前在歌谣大会上也曾经被拍到 两个人通通合体比爱新的超可爱画面 还有一抓到空党 彭伯&count鞠啡 static 马上邀请Blackpink 过来做一桌聊天的样子 第三個 翁貝貝跟Twice 翁貝貝的交際王就是耶利啦 在網中耶利斯文的時候 他也有公開了跟娜蓮的好交情 所以在首播時播電話給娜蓮 問他 你覺得我是怎樣的妹妹呢? 也想要娜蓮竟然超暖回應 耶利是一個很誠實的人 我非常依賴他 每當我很疲憊的時候 他的一句話就會帶給我很強大的力量 之後兩個人甚至直接在彼此的IG上露面 娜蓮後來還有上了耶利的節目為他應援喔 娜蓮就曾經透露過 她自己只願意戴有意義的首飾 而她右手上戴的就是跟耶利一樣的友情戒指 耶利也說過娜蓮就是自己的第三號姐姐 之後娜蓮還特地陪耶利去了粉絲為自己舉辦的生日姻緣活動呢 而讓人意外的是 Joy跟Sana的感情也超級好 之前在歌謠大會上Sana看著紅貝貝表演 輪到Joy唱歌時忍不住冒出 好漂亮啊 而他們在舞台上也常抱在一起 偶像運動會的時候也都是一直聚在一起聊天 之前在舞台上表演時 Erin還煞氣了一把勾住多賢前她到後台 我們的裴媽就算是跨團還是超級溫暖 在紅貝貝表演POW UP的時候也全員熱情一緣 讓台上的Erin看到忍不住嘴角失手笑得出來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整理了三大女團的超好交情 有哪一對的感情是讓你覺得最驚訝的嗎 都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們喔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右下角訂閱我們 或是去FB搜尋TEEPER推播 也要記得追蹤我們的官方IG 還有我個人的IG EVA HOHOH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自己覺得最可愛的就是Erin跟Jenny的感情 因為他們在那個外國搶帳單的畫面真的超級可愛 他們就是像小朋友一樣 我想說哇 這不是我們平常出社會以後才會做的事情嗎 就是自擔我負 自擔我負 然後沒想到在偶像面前會看到他們真的是 他們真的是一般人耶 其實仔細想想 好好喔 如果我跟妳搶帳單的話 給妳付啊 不會 我會 不會讓妳贏 沒有啊 我根本不會讓妳出現搶單 我會讓妳贏 Jenny拿去付錢喔 去啊 不用搶 去 好